好来看秋天开始 很多国家开始实施疫苗护照制度 那就是一个通行证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纸文件的话 到哪里都行不得也 在北美有加拿大魁北克 进出餐厅酒吧健身房 一定要出示证明 那么这种防疫措施呢 还有安大略省跟进 巴西是类似规定 那意大利叫做绿色通行证一样 在意大利境内呢 没有这个通行证 不能搭高铁搬机或者是邮轮 有很多不想打疫苗的人 开始用买的 美国已经不断出现仿造疫苗证明 有个女性企图拿假证明登机 下场是坐牢 整整一星期再加5000美金的罚款 另外呢 美国官方在揪 到底是谁在做假的注射证明贩卖 最近达拉斯有一个男子 因为是味噪被重罪起诉 最重的罪可能要吃足7年劳烦 靠近扫码 认证后才可以入店消费 加拿大魁北克省9月1号起 全面实施疫苗护照 纸本或数位版本都可以通行 民众进出餐厅健身房或酒吧都必须出示证明 目前先采取两周劝导期 15号起将严格执行 违反规定者将开罚 其他省份也打算跟进 加拿大人口最密集的省份安大略 9月1号出现抗议人潮 因为继魁北克开出第一枪后 安大略也打算从9月22号起实施疫苗护照 引发民众不满 同样政策上路的还有巴西圣保罗 规定9月1号起500人以上聚会都要出示疫苗证明 至少要打过一剂疫苗 里约热内炉也打算从15号起开始实施 搭火车前准备好手机QR Code 意大利从9月1号起扩大绿色通行证 到国内旅游范围 搭乘高铁国内班机或邮轮都需要出示证明 必须至少接种一剂且施打时间超过15天 另外48小时内硬性证明和过去6个月 曾染疫康复者也符合资格 疫苗证明逐渐成为各国防疫趋势 但这张美国的接种卡哪里怪怪的 上面记载的莫德纳怎么变成马德纳了呢 美国药厂莫德纳莫德纳的英文单字 把O写成了A 这张假疫苗证明是一名24岁的美国女子 克罗伊持友 她在8月23号拿着这张假证明 飞到夏威夷坛香山旅行 在机场通过安全检查时 被发现登记的疫苗名称根本是乱写一通 除了莫德纳变成马德纳 两季的接种地点在德拉瓦州 也完全查不到记录 克罗伊原本计划28号离开夏威夷 官方靠着她脸书上的照片 以大腿上刺青特征在机场带人 女子出庭时崩溃大哭 下场是被关进监牢一星期 外加5000美金罚款 但类似事件在美国越来越常发生 美国男子卖假证的下场是遭到重罪起诉 最高面临青年有期徒刑 而美国CNBC记者实地调查 向来擅长仿造商品的中国大陆 山寨疫苗证明也有得买 记者上拍卖平台搜寻 发现相关产品白白种 各个主打工厂直销 现货供应不用等 与其中一名卖家联系 表示货是从浙江或深存发出 记者下单后收到的假证包裹 前是发货地来自浙江义乌 不过一张8美分 约合台币两块钱的低价仿造品 处处都是瑕疵 例如新闻版说明栏措字连连 疫苗的英文也少了一个I 卖家直言目前大多是美国人下单购买 至今已经卖出超过一万张假证明 跨海送到美国 随着疫苗证明规定成为趋势 类似的假造越来越猖獗 但不想打疫苗 又想靠假证明享受出行自由 增加染疫风险 可说是害人又害记 TVBS新闻综合报道